本期话题 乳头疼是不是要来月经了还是怀孕 孙小光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通常在正常的情况下 在月经前 机体水纳出流比较明显 然后神经紧张 有一些人由于刺激素的过度的浓度增加 它会造成乳房胀痛 所以金钱会出现金钱紧张综合症 睡眠不好脾气不好乳房胀 乳头一碰就痛 这就是经常的一个表现 那么如果来了月经 那么这症状就消失了 其实月经不来 这个乳房胀痛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但是有一些人吧 月经还没来呢 就是说该来了还没来呢 乳房处痛 要警惕是不是怀孕了的表现 因为早孕期间呢 那个该来月经不来 然后乳房也胀痛 乳头呢也一碰就疼 甚至呢有的乳孕增加 这个颜色增加等等 这可能是一个怀孕的表现 我们也要给予主意 如果你同房之后的十天之后 测血的二十四季 这个是最早的发现怀孕的一个办法 接下来呢 如果该来月经不来 过了十天以后了 那么机体的症状就会出现了 表现为乏力 食欲不振 乳房胀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